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聊聊神秘的商朝 提到商朝 大家最熟悉的人物恐怕就是商咒王和苏打己了 这两个人物之所以如此的著名 一定是拜风神演绎这部小说所赐 于是这二位也就成了商朝的品牌代言人 而且这二位啊 他们的代言人的地位还是异常的稳固 即使是哪天商咒王耐不住寂寞出外嫖娼被媒体抓住了 他们二人的代言人地位也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 这是因为商咒王也好 打己也好 他们的形象已经是很烂了 烂的已经不在乎再多烂一点了 说起这形象 大家看过的根据风神演绎改编的电视剧也好 电影也好 动漫也好 其中扮演打己的演员通常都是公认的大美人 不过呢 其实不管是哪个版本的打己和历史上真实的打己的形象都是不相符的 因为他们都太白了 打字在古书中最早出现的是黑字边的这个打 意思呢 就是又黑又美 或者是白中透黑的意思 所以打己就是一个黑美人 有人可能会觉得遗憾打己原来是一个黑美人 还是白的更好 其实黑有黑的好处 如果脸上真长一些黑物子黑智之类的东西 别人可能还真看不出来 而商咒王的形象呢 据《荀子飞象》中记载 商咒王是常聚骄美 天下之劫也 金利月静 百人之敌也 是说商咒王长得很高 很帅 而且很有力量 这两个人从外貌上看下来应该是很般配的 不过呢 这只是说他们在相貌上的形象 他们在历史中的形象可就糟的很了 比如说商咒王这个咒字 这个咒字是什么意思呢 咒指是拴在马屁股上的那根带子 而按释法中的解释 咒者残意损善也 所以咒王这个嗜号是一个标准的恶事 不仅仅是恶事 而且还是个臭事 商咒王也是有名字的 他姓子 明寿 子呢 是商朝王史的姓氏 所以商咒王也被称作为帝王寿 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呢 叫帝心 帝心是他在祭祀的时候使用的名字 商朝的国君呢 在祭祀时都有一个专有的名字 比如说帝王寿的父亲子献被称作帝乙 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要给帝王寿这样一个又臭又恶的嗜号呢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周武王与商朝王室家有恃仇 周武王的爷爷纪律以及父亲周文王姬昌 都是死在了商朝王室的手里 这是丝绸 再有一个不能放在桌面上的原因 就是周朝推翻商朝 毕竟是以臣子的身份推翻君主 这是以下犯上 说起来呢 名声呢 就不太好听 所以这时候就务必要把商朝以及帝心的名声搞得是越臭越好 商朝的牌子砸得越烂 周朝的牌子就立得越正 周朝取代商朝 也就成了顺天理人心 这叫调民罚罪 那么既然搞臭商周王名声是出于以上两个动机的话 那么就让我们有理由怀疑 安在商周王身上的这些罪名到底是真是假 商周王真的是像史书中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昏君暴君吗 今天呢 我们就来为商周王说几句公道话 关于帝王心 历史上呢 一直有很多的有识之士 都为他抱不平 其中就有孔子的学生子贡 子贡这样说过 咒之不善 不如誓之甚也 誓以君子恶居下流 天下之恶皆归言 意思呢 就是说 说周王那些不好的话呢 很多都并不是真的 不过就是因为周王他被打败了 作为一个失败者 天下之恶就都归在了他的身上 关于孔子的高祖子贡 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熟悉我的这个频道的观众呢 这时候大家已经猜到 我可能又要跑题了 不过这次您猜错了 我这次绝对不跑题 我想有机会呢 会拿出一个专门的时间 说说这位有意思的孔子的学生子贡 时间呢 不会很长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听一听 淮南紫义书则说的更加的明确 说节昼之棒 千古之机回也 近代的历史学家顾杰刚先生呢 还曾经专门为此做了一番考证 发现有关于商咒王的这些罪状呢 总共有70多项 而且很多罪状都是经过历朝历代累加上去的 比如说在战国时期增加了20项 到了西汉时期就又增加了21项 到了东晋时期又增加了13项 而且这些罪状是越加越邪乎 比如说在司马迁的史记中 商咒王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了一个露台 那也不过就是一个两三层高的露台而已 可是到了西汉刘相的手里 这个同样的露台就已经高达了1000尺 而到了晋朝的时期 晋朝人觉得这1000尺还是太矮了 干脆就把1000尺改成了1000帐 按照当时的度量单位一帐等于两米 那1000帐也就是2000米 两公里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一般的楼层 每层大概也就是四五米的样子 100层高也就是500米 那要是两公里那么高的台 那就相当于现在的差不多三四百层的样子 且不说当时的商朝能否建成这么高的露台 就是真的建成了 帝心与达己又怎么上得去呢 如果他们真的想上这样的露台的话 那他们的死因也应该是非常清楚了 他们一定是累死在了半路上 那么如果我们删掉那些在后世中添加的关于商周王的罪状 直接回到周朝灭伤时对外宣称的商周王的那些罪状 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就更加接近于商周王的真实的历史形象 至少是在周人眼中他的历史形象 那么这些罪状又有哪些呢 最早关于商周王罪状的记载呢 是出自于两本书 一本书叫《泰式》 另一本书叫《尚书墓式》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商周王的那些罪行 比如说抛开孕妇的肚子看看所怀的婴儿是男是女 或者说是用炮落之行烧烤闲凉的大臣 还有砍断爷孙二人的腿看看他们谁的骨髓更加充盈 还有挖开笔干的心看看他的心是什么样的 这些罪行全部都是出自于《泰式》一书 据说泰式是周王打败了周王以后会失于梦经时说的一番话 而在《尚书墓式》中关于商周王的罪状就少了很多 只有四条 第一是说他听信妇人之言 聘机私沉 第二是说他不热衷于祭拜天地鬼神 第三是说他不重用贤粮 第四条其实和第三条是一样的 是说他不重用贤粮 却重用那些逃亡的犯人 使得奸宁当道 贤粮无处深渊 牧师记载的是周王灭伤之战 也就是牧野之战之前 周五王对他的盟邦以及他的军队所作的一番 动员令 类似于后世三国时期陈琳所著的讨曹操席 和唐朝武则天时期 洛宾王所著的讨五兆席 这类的西文大家知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的煽动性往往多于事实本身 但即使是这样 周五王咬着脚后跟说出的这些狠话 也不过就是列举了商周王的四条罪状 远远不如后面的太室列举的罪状多 那么牧师与太室哪个更加可信呢 其实啊 现在史学界已经基本认定太室是伪作 原因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太室的来路不正 据称在后汉书献帝记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说在汉宣帝的太和年间 有一位河内的女子家中的老屋倒塌 其中发现了一部古书 就是所谓的太室 他将它献给了汉宣帝 但实际上后汉书中并没有献帝记 只有孝献帝记 大家知道西汉的皇帝的嗜号之前都要加一个孝字 比如说汉文帝应该是汉孝文帝 汉武帝应该是汉孝武帝 所以不会有什么献帝记 而且说河内女子献书的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汉宣帝的太和年间 而汉宣帝执政期间根本就没有太和这个年号 而且通过各种相关史料的佐证 已经可以证明牧师是真的 那么如果汉宣王真的犯有那么多的恶贯满盈的罪行的话 那在牧师中为什么周承王没有提到呢 这样好的素材 周承王怎么可能不用 所以啊 综上所述 基本上可以认定太室是假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查找汉宣王罪行的第一手记录 应该参考牧师 就是在牧师中所列举的商周王的四宗罪 那么这四宗罪又是不是真的呢 咱们先说商周王的第一条罪状 说他是偏听妇人之言 品姬思臣 周五王还说品姬思臣 家之所以 就是说如果是母鸡报销的话 那这个家也就该破败了 这条罪状啊 本身就比较牵强 因为商朝的女子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在商朝 母鸡不仅能够报销 而且还能够带领着所有的公鸡一起报销 商朝的女子 那可以说是上得了厅堂 翻得了城墙 打跑了小三KO过流氓 就是不愿下厨房 这话当然是有些夸张 但商朝时期女性的地位比较高 却是不争的事实 至少比周朝时期要高出很多 比如说大家知道的商王五丁的王后傅豪 是历史记载中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将军 她最多曾经率领着一万三千部队去征讨八国 一万三千多名的军队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一定是商朝的举国之兵 那么他应该是商军的统帅 富豪不光是能够领兵打仗 还能够参与祭祀 祭祀在商朝绝对是以文化人才能参与的工作 其实不只是富豪 在富豪之前 武丁还有一位夫人叫傅景 也同样能够带兵打仗参与祭祀 而且深入的参与了商朝的国政 大家知道商朝时期最著名的文物 斯母方鼎 就是为了祭祀傅景而铸造的 铸造者很可能是傅景的后代 也就是武丁之后的两代伤亡之一 史料记载 富豪是有自己的封地的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有封地这并不稀奇 后面的朝代中很多的女子都有自己的封地 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后世的贵族女性确实有自己的封地 比如说公主有一线之地作为自己的封地 但是公主只享有这块封地的实意 她并不拥有这块封地的行政管理权 也就是说这块封地并不归她管 而富豪在自己的封地是拥有行政权的 所以说富豪可以说是一方之主 而且大家知道在商朝时期 人寻和人生的现象非常的普遍 殉葬的人数频率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 这也可以说是商朝身上的污迹 而这个污迹即使是放到了干洗垫也是洗不掉的 顺便说一下 人殉和人生这两点是不一样 人殉指的是在贵族死了以后 由他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是他的妻妾或者是他的仆人为他殉葬 殉葬者是以完整的身体与死去的贵族或者是皇族一起葬在一个木坑里 而人生则是在祭奠鬼神的时候为表示虔诚而杀掉的那些奴隶或者是战俘 这些人的身体通常不是完整的 可能已经被砍头砍去了四肢 而且他们是被单独放在一个木坑里 虽然说人殉的现象非常普遍 但是在商朝并没有用自己的妻妾殉葬的记载 而西周建立以后的很多朝代都有让妻妾殉葬的现象 而且非常的普遍 由此也可见 在商朝时期女子的社会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是比后世要高很多 所以即使是说商咒王听信了很多达基的话 那这对于商王来说也不算是什么事儿 达基作为王后也好 作为商咒王最喜欢的妃子也好 她在正式上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非常的得体 并没有什么愉悦之处 而西周建立以后 女性的地位明显下降 特别到了西周的中期礼法出现以后 更将女性束缚在了家庭之中 所以说商咒王的第一条罪状实在是过于牵强 在商朝聘机司臣根本就不叫事儿 商咒王的第二条罪状是说她不敬苍天 懈怠祭祀 解毒神灵 说帝心懈怠祭祀 这点还真没冤枉她 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 商朝的最后两代君王 也就是帝以及帝心 他们进行神灵祭祀的次数 确实比以往少了很多 但这背后并不是说帝心去懈怠神灵 而是他在进行一项政治改革 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王权 大家知道神权与王权 在中国历史 以至在世界历史上 都是两股互相缠斗不止的力量 你上我下 你强我就弱 在承汤建商初期 神权明显是占据着主导力量 商王做出的决定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占卜的结果 那时候那些神志人员被称为真人 他们在商朝的政治生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到了武丁朝时期 商王武丁非常的强势 他想要把权力从神权手中夺过来 所以他就倾全国之兵发动了一场对施伟国的战争 施伟国是那时候的商朝神权的代表 拥有着对神明的最高的解释权 武丁打败了施伟国 将施伟国的俘虏全部复制一句 他也向世人展示了 这些神灵帮不了你们 所以从武丁开始 王权就算是彻底扳回了一局 但王权也不可能永远占上风的 一旦王权出现了削弱 神权就会趁机而上 所以这才有了武丁之后的几代 又一位君王叫吴蚁的赦天的故事 吴蚁让人用皮囊装满了鲜血 挂于空中 然后他以剑射囊 囊破雪崩 然后向世人宣称 你们看见了吧 这就是神 我伤亡能够用剑射神 而且还能让神大出血 这个故事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王权对神权的挑战和不满 而后吴蚁在和谓之谷打猎的时候被雷劈死 这场事故也被那些巫柱人员们说成是上天的报复 其实这背后也是神权向王权发动的反击 吴蚁是帝心 也就是商周王的曾祖父 到了商周王的时候依然存在着神权与王权之争 商周王也是有意的削弱神权的力量 这也是他减少祭祀的原因 但是他仍然频繁的祭祀先祖 只是对各方的神灵和非自己直系的先祖 确实是比较懈怠 周王以此作为攻击商周王的理由 其背后恐怕有两点动机 一方面是争取当时那些神职人员 那些巫柱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他是希望得到商朝的贵族中 非商周王直系亲属那些贵族们的支持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所以说这一条与其说是商周王的罪行之一 不如说是周王的政治手段 商周王减少祭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减少人生的浪费 人生大部分是战俘 少部分是一些奴隶 刚才我们提到商朝的祭祀需要大量的人生 而人生在商朝来说也是一种生产资料 周王此举实际上是减少了生产资料的过度浪费 从这点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据考古资料表明 商周王时期被实行人生的数量 只相当于武丁朝时期的两百分之一 最后还有两条罪状 实际上呢 这两条罪状完全可以合并成一条 就是说商周王进小人远贤臣 屠禄中良 这里提的所谓贤臣指的就是威子启 姬子和笔干 而那些被重用的小人则是像飞连 鄂来 虫猴虎 费仲之类的人物 咱们先来说说这三位贤人 威子 笔干和姬子 这三人被太子宫称为殷末三人 不过呢 这也得看站在哪个角度来说 站在周朝的角度来说 这三个人都是贤人 都是忠臣 但站在商周王帝心的角度来说 可就未必了 因为这三个人的身份都非常的特殊 威子启是帝心的长兄 笔干和姬子则是帝心的两个叔叔 也就是他的父亲帝乙的两个兄弟 威子启与帝心是同母所生 那么为什么作为长兄的威子启 没有继承帝乙的王位 而让帝心继承了呢 这是因为他们二人的生母在生威子启的时候 还并不是正妻 而在生帝心的时候已经成了王后 后来帝乙与众人商议将来要将王位传给谁的时候 有一位太使就建议说 应该传给王后之子 威子启以及帝心的二哥衍 他们出生的时候 他们的母亲都不是王后 所以王位只能传给王后之子帝心 帝心因此就继承了王位 所以帝心得到王位并不是那么的名正言顺的 当时有人支持这种传法 也有人支持威子启继位 最后其决定因素的可能就是帝乙 对他的这个最小的儿子的偏爱 所以说威子启是帝心在王位继承权上面的争夺者 最终又成为了失败者 而被商纣王放逐到了他自己的小封国 但此时威子启仍然是朝中政治力量的一级 所以他被放逐并不是帝心在远贤良 而不过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结果 威子启的同盟中就有姬子和笔干 这两位叔叔 其实他的这两位叔叔也是王室继承权的争夺者 在商朝的时候 父死子继这个在后世已经是成了惯例的继承制 并没有完全的确定下来 在商朝的31位君王中 其中有14位都是兄中弟姬 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商朝的时候还保留着很多母系氏族的遗风 母系氏族的特点是以母系的血缘为基础 儿女们完全能够确定的只能是自己的母亲是谁 而自己的父亲是谁就不好说了 那时候的父亲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不重要 这样的话权力呢就只能在自己能够确认的由血缘关系的亲信之间传承 那也就是这个母亲所生的几个儿子 因为他们是能够确定自己的母亲是谁的 所以在母系氏族时代权力通常是传给自己的长子 然后由长子再传给自己的弟弟 在自己的几个兄弟间走一遍以后 再传给下一代就是兄之子或者是弟之子 我们前段时间讲的西汉时期的那个匈奴的缠鱼 呼喊爷缠鱼 他的传位就是这样的 先传给自己的一个长子 然后在兄弟中轮一个遍再往下传 其实这与当时胡人只识其母不识其父有关系 说白了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 除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响以外 商朝的人呢平均的寿命还比较短 君王的寿命也比较短 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可能还比较年幼 主少国仪自然也就成了他继位的障碍 这也是商朝期间王位继承采用兄中帝籍的原因之一 所以姬子也好比干也好 他们同样也是王位的争夺者 同样也是这场争夺的失败者 他们自然就与威子起组成了一个联盟 那么帝心为了稳固自己的王位自然会疏远他们 甚至是打击他们 所以帝心将威子起放逐 将姬子囚禁于牢中 而且据说杀死了比干 在周五王伐赵的时候 除了姬子被囚禁于大牢以外 另外两个人都完全站在了周朝的一边 比干在之前明知西伯侯姬昌有意谋反 还将本来求于朝歌作为人质的姬昌放了回去 如果他真是商朝的忠臣的话 他本来应该劝帝心杀了姬昌的 他这样做自己到底站在哪一边已经是很明确了 所以说比干并不是帝心的忠臣 他忠于的是周朝 而威子起在朝歌陷落帝心自焚以后 是赤裸上身反绑双手 跪地七行向周五王起降 同为商朝王室后裔 至少在气节上 他与帝心可差了一大截了 威子起后来被封于宋 他也是宋国的开国国君 所以春秋时宋国的历代国君都是姓子的 孔子也是殷商后裔 而之所以孔子对商咒王颇多威慈 恐怕就是因为孔子是威子起这一支的后代 与商咒王的那支分数完全不同的阵营 而那些在周五王眼中的奸臣呢 比如说飞联、厄来 飞联是厄来的父亲 两个人都是商咒王的重要的大臣 武王伐咒在牧野之战中厄来战死 飞联侥幸逃生 这两个人自始至终都是忠于地心的 所以在周五王眼中的奸臣小人 对于商咒王来说却是大大的忠臣 飞联除了厄来以外 还有一个儿子叫继胜 他当时是站在了周王的一边 后来因此被封到了赵帝 成了赵国的始祖 就是银姓赵氏的始祖 厄来的后代中后来出了一个叫秦妃子的 后来因为羊马有功被封到了秦帝 这就是银姓秦氏的始祖 八百年以后 秦昭湘王废除了周朝的最后一个天子 周南王 也算是为他的先祖报了牧野之仇 所以说呀 综上所述 周灭伤并不是小说电视中说的那样 有道罚无道调民罚罪 而不过就是一场再正常不过的王朝更替 商周王最终走向末路 也不是上述说的那四点 而是有更为内在的原因 这点呢今天就不展开了 咱们留待以后分说 当周五王的大京攻入朝歌的时候 自知大势已去的地心 穿上了他最华美的坠满了玉石的衣服 只身登上了露台 这个为祭祀鬼神先祖而设置的露台 在这里他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的献祭 他纵深的跃入了火海 这次的祭品就是他自己 地心是一代明君还是千古暴君 他是英雄还是杀人的魔王 这一切呢都可以留待后人评说 但至少在他死的时候 他像一个真正的帝王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ca Gia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